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员工都分布在美国各个州 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如何购买保险 我们今天要来邀请一位专业人士 Amy 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Amy 你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 大家好 那么对于一般来说 对于公司还从来没有进入到Enroement里面的这些公司来说 他们要是想买健康保险的话 应该从哪里开始入手会比较好 对 首先有几个前提 不是每一个公司都可以买健康保险 怎么说呢 如果说本身您的公司没有payroll 我完全没有发员工薪资 很可能就是我先生太太这种两公婆的公司 很多时候在目前是买不到健康保险的 这和人多人少是不是也有关系的呀 人数基本上是两个人以上是可以 可是就是说所有的保险公司 他都会要看您有没有发payroll 因为payroll是一个证明雇主 跟员工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对 所以必须是前提是需要发payroll 必须是 另外就是公司如果成立比方说三个月 三个月以内的新公司一般您要买健康保险 其实比较难买得到 因为您的payroll还没有建立起来 对 所以说新公司或是说成立三个月以内 又没有发payroll很可能会买不到健康保险 了解 还要有一定时间积累自己的这个经验之后 然后呢 再去买这个健康保险 对 那人数上其实也有一个人数的一个基本的门槛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说两个人以上 那如果说您有员工 当然不用担心 因为员工你至少一两位以后就可以成立了 那在选择的时候有一些很注意的地方 因为今天买一个公司健康保险 您可能买了之后价钱都不错 使用的状况也蛮好的 可是如果当您要改变计划 要等到一年以后的renew的时候 才可以改变计划 所以对 一开始就要小心选择说 我这个计划适不适合我 那通常我们怎么选择 怎么去判定呢 有几个方式 首先看您本身用这个医疗保险计划 用医疗的这个状况 比方说我今天非常多的这个专科医生 我一天到晚要看眼科啊 心脏科啊 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转诊 这种情况下的人 您选择PPO计划会省很多时间 对 但是相对PPO计划很多时候 它的保费会高一些 但有的时候您用钱来换时间 这是一点 这我想就是看依照个人的不同的需求 来选择不同的保险了 其实可以付difference 你付差额的部分从payroll里面扣掉 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的 公司它的成本也缩减在 跟大家一视同仁的这个基础上 所以很多时候碰到一个公司 一个保单一个计划 根本不复使用 因为大家需求不同 对 所以我如果就有特殊需求 或者说我今天特别需要一些 比较好一点的计划 低一点的call pay的 其实公司不妨可以提供给员工一些选择 比方说我订三个计划或是订两个计划 那如果说对于员工的家属来说 他们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计划 也可以吗 员工家属一定是跟着员工走 所以说如果说今天家属他要PPO 那必须员工也要选择PPO 才能够都保在一起 家属不能有其他不同的计划 一定要跟员工主保人一样的计划 那如果说员工能不能自行投保呢 对于这个不跟公司的路线去走 又会发生什么 这样子我说我可以吗 对很多时候有些员工不满意公司设计的福利内容 他说那我自己去外面买好了 我今天买一个任何一个个人保险都好 可是往往个人保险的费用并不便宜 第二个当然您可以去购买个人保险 但是很重要的是公司这边一定务必要签一个waiver 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板的立场 如果今天我提供给你 你说我不要 但你空口说无凭 为了保护公司这边 您一定要请员工说我自愿放弃我不投保 那我当然我要选择外面的保险 全部是看员工自己决定 那很多发现有一些状况是 员工他选择了家中全保 他根本不知道说 我公司有提供的情况下 我如果去买家中全保 我很可能拿不到补助 对很多人就直接申请了 申请之后觉得我赚到了 因为我很便宜 但是殊不知 如果真的国税局来查的时候 他如果发现今天公司帮您负担 明明是有公司健康保险的 那本身你要负担的保费 又不超过你的收入的9.5%的话 也就是它是所谓的affordable 可以负担的情况下 你去买了加州全保 拿到公司的补助 照理说这个钱是全部要退回来的 如果被查到的话 所以非常非常小心 要注意 千万不要涂一时的痛快了 对 后面的那个 那就自己要头大了 当然这个保险内容里面 我看还真的是有蛮多玄机和内容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保险 当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联络华星保险 我们接下来新的广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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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